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一步 带励石跟鹽向第哇楚沖刷 最後沈淀在高山之間的阿達加馬鹽棗 造就當今世界第二大的鹽灘 這是砂糖 對 這是砂糖 你看砂糖有蔥形成桑 地面尖銳,崎嶇不平,但是腳底下蘊藏的就是有白色石油支撐的鋰礦 如果我們相比以澳洲和鋰礦,就是鋰礦的鋰是一種金屬元素,在礦物、土壤、岩壺、海水或動植物體內都找得到 只是相較延伸開採,需要大量人力跟運輸成本製程複雜,鹽壺就猴戲得多 智力最大,李川開採公司鑽緊到地下50至70公尺抽取爐水,放進濃縮池,仰賴日曬蒸發,逐步去無存精 當鋰礦有正確的濃縮池,我們必須移動它到下一步 以為增加濃縮池的濃縮池 我們看到這些小的山道,因為我們想要脫掉所有醬池 眼前白色小丘是綠化鉀,可以做肥料使用 爐水濃縮就是不斷曝曬取得精華,為期需要至少一年 我們有約4.7%的濃縮池,從開始到這個程度 這是濃縮池嗎? 這裏有些濃縮池,但濃縮池是在水中,是蒜池 這裏有些濃縮池的濃縮池,摸起來濃稠又滑滑的 我會加點水,然後你會感覺到 好熱,很燙,很燙 這裏有一個濃縮池的反應 對,為什麼? 因為氮池是氮氮 有些濃縮池的反應 提高的濃縮池有些濃縮池的反應 它的濃縮池是濃縮池的反應 很激烈,很激烈, 它需要有些能力, 而且那些能力 是出现温暖的能力. 后来这些水域 我们需要拿到的水域 然后充电一些工具 每天的工具 780工具 然后到的水域 阿达嘎玛岩滩 距离经验场约250公里 等于每天输送车辆 来回4万公里 这里我们是在SQM的 我们在这里 做的是 因为我们做到做水域 做的酸汤 好的 大家可以分何以添加一下 因为我们先用熟细滴 化学会 让它把水域 tras清了 我们把水域 用来几乎 我們在洗掉黃酮、酥酸、酥酸 所以我們可以保持紫磁碎的紫磁碎 盡可能去除雜質保留高純度的磷 通過滾筒式烘乾機 碳酸底徹底變成粉末狀 然後裝進超大型包裝袋準備出口 清洗底電池的發展技術 原料除了粉末狀碳酸裡 還有液態的氫氧化裡 前這裡含量穩定且腐蝕性弱 後者的含量波動大且腐蝕性強 但是都在製作廠裡精煉完成 有時候他們說 氧氧氧氧是為了更多的質素 而氧氧氧氧是為了不同的質素 但現在他們達到同樣的質素 根據加拿大黃家銀行預測 2050年全球純電車市占率 將高達75% 電池需求持續攀升 但抽蓄並進電裡的過程 需要大量抽水 引發水資源的枯竭危機 隔支撰 你要 diversiment 不需要溝通 會用的水 因此 都維持 Gesch簋 我們現在在看 減少食品的重量 我們要達到2030年 800L每個小時 現在我們在1300L每個小時 他們努力用最少的水 產出最大量的鯉 不過智力深知電池發展 鯉並非唯一霸主要開發 就要趁現在 其他原料算未成熟的黃金期 智力是一國最大的鯉 有很多磁鐵 可以採用自私公司 和其他其他公司 招手台灣加入開採 或成為中下油廠商 不過全店減碳的時代來臨前 不禁思考 開採過程造成的碳排放 水源消耗 是否對地球造成另一種浩劫